哈喽,大家好,本期视频是文三掌机用这个陀螺翼,众所周知文三是没有这个陀螺翼的 现在看来也没有像一个陀螺翼的样子,但我这边只要这样,它就会有陀螺翼 这是经过大老改变这个陀螺翼软件,其实理论上来说是用所有设备 可以用了,一二三四,就可以做一个陀螺微调,因为有什么可以再调整 因为这个软件还在开放,现在只是一个鼠标模式加这个视野没有模拟器的这个模式 之后会加入更多这个模式,用可能是能用的,也很方便,这样正常状态是会有的 这个2077可以,不只是40级震滑,可以增加这个,就是那个,瞄准乐趣 虽然这个延迟,但是应该是可以改进的,再看一下这个塞尔达 然后这个林克射箭,这其实是原神,你们信不信这个就是原神 日产原神,是完全可以用的 不是,细微操作还是有那么点麻烦,但我现在是可以用的 反正,这边塞尔达也是可以用,玩机器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是这边大佬自己编写的一个程序,一个是这两个端壳,它装完之后自动就用了,基本上打开就能用的,不用做任何设置 我这是,系统上设置啊,直接切换到设定模式,看一下检测,选择这个方向,选择一下,然后这边是,那个,塞尔达的,这边是书标模拟,2077这种的,之后还会加入的摇杆 选择,选择是这样子的东西,淘宝买100块,我直接粘上去了,它有两个方向,一个是这个口,口朝上,另一个是,一个口朝右侧方向 右侧,反正就是这两个方向,用的时候呢,它有一个起用方式,按着板机,就按着车键,它才会起用啊,就和前面一样,随便爱是没有用的 这边之后会继续做更新啊,大佬说了,这个礼拜希望把这个摇杆给干出来,摇杆,摇杆干出来之后,几乎所有的这个游戏都能用啊 比如现在有三套模式 做完成的是,做这个塞尔达的,然后,做鼠标的,鼠标模式就是,我只要摸一下这个鼠标 嗯,翻车了,然后打开这个窗口,看到没有,它就可以动了 首先可以动的,可以用的状态啊,这样可以动,你放开,它就不会动了 这个是完全要依靠这个摇杆的啊,没有摇杆没有用,所以说,没有说明没有用 所以说,一定要把这个,等大佬把摇杆做出来之后,才有用啊,才有真正的所有的作用 模块的话,大概淘宝满100块钱,这边也是推荐收藏一下视频之后,可能会继续更新这个系列啊 这个东西其实,不是很复杂,装上就能用的,蛮好的 反正文三之前也没有这个模块,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因为我这个是IEHE的这个文石,一直满新的了啊,大裤企业版的,别的系统应该都能用 还等大佬做完之后,再分享吧,之后可能跑下战地啊,和那个吃鸡,类似吃鸡这种设计游戏啊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